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周晓娟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目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大市情况 首先是恒指方面 最新升7点 报22495点 国企指数升41点 报9357点 大市成交276亿 这节目的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谈谈大市和药业板的情况 Stanley 你好 你好 先和Stanley 讲一讲药业板的情况 看到今天有股份表称 1099国药创了52周的新高 最新报41元 其实国策都很支持供给质改革 有一些重组的消息 看到这个股份是否都是受为这个消息 接下来整个板块的前景 你又怎样看呢 没错的 你说如果以走势上去看的话 葛约在这一轮都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但事实上又不是每一只若股 走势方面 也不是每一只都那么强的 譬如现在这样上面 这一只都是支持一些 我比较顺敏的比较乐观的 例如你所说的1093 就是这个蛇蠟集团 股价都没有特别破顶 刚刚提及到割药 走势真的一时无量 药业股里面都是以这一只走势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另外那些其实你都见到 又复兴医药这些又临 seri-fi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严格上去看看 先讲到奥业的这个板块 是奥业股 其实你也可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又有些 search 可以说是分销 一些来说是製药 有一些去做所做的制药 一些来说做医疗武器 还有大概是做的计胃 有WO tak 但在分销方面,市场集中度一直以来比较高 割药也可以说是行业龙头 其次像上海制药、复星医药等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市占率 但割药本身,事实上我们方面都有很多 我们的同组和改革进行 药业这个版法已经讲了很久了 都会做很多改革的工序 可能都想做一些医疗方面做多些功夫 但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指纹楼梯响 但之前都有些时间 就是割药那边,割药集团那边 都开始有些管理层的执位行动 令大家似乎相信一些改革方面的範疇 基本上都很快是会进行的 之前,在前几天的时间 这个割药位都任免了几间公司的高层 包括这几间就是中国双飞 中核集团和国药集团 所以在这些罢免委任之后 令大家觉得 基本上似乎重组和改革进程 都有机会是会加快 所以令到公司本身 股价可以说是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但现在这些水平 股价实际上又不算 特别吸引 反而你突然转 制股那边似乎好像股价表现 似乎有个条件出落后 因为你刚刚提及到 这个石油集团为例 见到股价这一排 其实都有些反弹 当然股价之前也可以说 因为内地方面 都有些药品降价的消息 令到股价表现 都可能比较差一点 强差仁义 但似乎他们见到股价方面 都没有很跌得下 你见到有些支持之后 都有些反弹 所以反而你说现在 如果假设要再追击割药的话 我觉得似乎有 好像有点移高处不升行 再买的话 直播空间又好像不太大 但相反 个别的制约股 好像你说制约这些 股价价有条件 可以再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你说如果现在 要再买一些医药板块的话 似乎 四月这些都还可以考虑一下 明白了 说完他们这些股价分析之后 看一看一些风险因素 因为我见到一些分析 就是说其实这个板块里面 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还有其中一个点 就是说人民币都会影响到这个板块 它的风险因素又是些什么 你说如果以这些板块的风险 竞争比较大 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医药品身上 如果以分析那边来计算的话 因为事实上 现在香港上市公司里面 基本上都已经可以说 大家都分了那些经营的地区 有些不同的 当然各药这些比较像是全角性 而且比较大 寒烈的集中度可能相对比较高 但是药品就似乎 那边的竞争相对比较激烈 特别是一些比较像是低档次的药 就是我们说一些 一些叫做原材料的药那类 或者甚至乎一些叫做心路血管那类 那些的竞争可能相对比较大 但这个也不是现在一时三刻的问题 就是基本上你也可以说 是之前的时间 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出现了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又不需要说太多忧虑 但是反而这个 就是我想内地的医药版块 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可能是真的制药方面的情况 就是你说究竟 他们多不多一些叫做专利药去做 因为严格上 其实你说现在内地方面 一些基础的药物的竞争是很大的 那个价格 也都面对着一个比较大的 叫做限价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变成很多时候 一些叫做原料药那类的话 或者基本药那类的话 似乎经营的情况 可能比较上是有些挑战比较大 是真的 但是假设公司本身有一些 叫做创新药这些 因为基本上你会有一个专利 那变成这些药种 基本上降价的压力就不是那么大 而且如果以一个大趋势去看 始终内地方面 老人化的情况都比较严重 所以对于医药的需求量 其实都是大的 而且现在都比较越来越多 人有些叫做都市病 所以其实药品这方面的表现 又不是太过差 但问题是真的看一下 我想要逐间公司去请 因为如果以香港上市公司来计算 基本上有比较大型的医药公司 他们经营的一些强弱行 都有些比较相比较不同 就好像你说 如果以社略为例 公司做一些心脑血管的药 和一些中风的药 所以你可以认为一间医药股 其实经营的范售都很不同 竞争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就变成了 我想要逐个逐个去看 但是刚刚也提到的 就是假设以现在来计算 要找一些比较落后的药业股 要追回落后的话 甚至乎 我想都不是追落后 假设以前景上去看 实际这些仍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这些板块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一下 每一次调整的时间 都可以去剪辑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之前Stanley 应该是有推介过1177 这支股份 我看到大航德银 依然是吸入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都是看6个多 现在还值得部署这支股份 你比我选择的话 可能我都会选择1093 那支股份 前景比较乐观些 Mini7不是说不行的 但是似乎 在做的药业里面 竞争都相对比较大 所以你见过 都没有什么 再提及这支股份 但是你要选择 要买的话 如果以Mini7为例 现在基本上 都处于一个 在华人区间里面 处于一个上落的情况 你说下面暂时来计算 如果以分 大概是短期的时间 以分5个2左右 做一个叫做止蚀位 上面暂时来计算 看看能不能突破 5个8这个位置 突破的话 可以将目标价 长期到6个2这个位置 好 谢谢Stanley 这场继续分析 最后再跟随这个版法的最新造价 国药是靠稳升0.24% 报40.9毫半 上海医药是升1% 报19.48 社药集团升1% 报7.2毫半 终身制药母升跌5.5 凤凰医疗升1毫 升福埃近1% 报11.5毫半 畏高股份升3% 报4.77 尚未药业 是靠稳升0.37% 报8.1毫半 联邦制药升4仙 升幅超过1% 报3.1 节目时间差不多 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 你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长续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